年年夏日健康烧烤 先是烤筒来帮忙 长相提带 它却能变出各式美味 反败为胜 烧烤炉又会有怎样的神通 敬请收看外发明 炉中取物 您爱吃烧烤吗 您见过这样的烤炉吗 小小烤炉不仅方便环保 还有多种神通 面对传统烧烤 先是烤炉如何大败强敌 舌尖上的美食烤炉里有乾坤 欢迎收看外发明炉中取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欢迎您 华老师请问您平时喜欢吃烧烤吗 喜欢吃 不过我会告诉自己要控制一下 还是尽量少吃为好 是我觉得好像烧烤如果要是一不小心烤焦了 这个对身体不为不好 对因为它现在大多数的都是明火那种炭火烧烤 所以它像成土烟灰都比较容易粘在食物上 而且烤完了油也比较大 对健康总归来说还是不好的 虽然喜欢还是尽量好吃尽量控制 是的 其实虽然烧烤很好吃 但是传统的这个烧烤方法缺点还是非常多的 今天我们的发明人老林呢 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神奇的烤炉 这个烤炉有多神奇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 在夏天炎热的傍晚 路边的烧烤自然成了很多人的最爱 再搭配上冰镇的啤酒 让人倍感惬意 但是伴随着烧烤香味一同飘散出来的 还有炭火所产生的大量烟尘 再加上烧烤石油脂酱料 浸在炭火上 加热后的高温就更容易使食物 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让人一口咬下去 除了香味 还有不少烟味 发明人林一豪 发明项目 多功能 烧烤筒 加入广东的林一豪 平时也很爱吃烧烤 周末节假日 林一豪常跟朋友家人一起 相约到野外烧烤 大家都对他的厨艺赞不缺口 但是每次出去玩 大家都在海边吹海风吃美食 林一豪却要一直守着烤炉 灰头土脸 这件事让他感到烦恼 于是便想 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个 不会产生烟灰的烧烤炉呢 这个传统式的烧烤 不是说它不好 那就是主要问题 就是如何去把它做到能够环保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木炭燃烧是不会起烟 重点是什么 烧烤时油滴到木炭上起烟 而且就是说 它制作出来的食物呢 那是非常非常污染的东西 有了想法却是不够的 老林可是这行的门外汉 可他并不放弃 没事的时候 老林经常到烧烤摊 小吃街寻找灵感 他还借鉴了广东地区传统的烧鹅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烧烤筒做出来 民间的一些乡间的一些制作的方法 从中得到一个启示 然后再做多方的这种测试 记得以前做车载记录仪生意的经验 寻找合适的材料 设计好图纸 让朋友们帮忙加工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发 烧烤炉发明好了 我们的记者特地提忙广东 来看看这烧烤筒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老林你好 你好 听说你发明了烧烤筒 是的 我们烧烤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就圆形 然后不锈钢做成的 不锈钢做成 是 现在是放在什么位置 在我后面仓库 后面仓库是吧 那我们过去看看 OK 好 走 老林你好 我看咱们这个烧烤筒挺大的 是有点大 但是很好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筒 对 这是筒中筒 就是运动这个 下面放木炭 用木炭 然后上面呢 我们就是放这个筒 还做了一个架子 把筒垫高 就是有一个 这个应该有一个 脚架 七八厘米的一个 对对对对 就是在这下面放 木炭 木炭 对对 在红里面放木炭 就是通过这个 然后在下面烤烤热 是吧 对对 把这个 里面的这个小筒烤热 然后这个就是 把食材 插来到上面 是 我们是这样 对对对对 哦 老林的烧烤筒 长得不大一样 不像烤炉 倒像个大水桶 将食物与炭火隔开 本身热量传递 就会受到阻碍 采用这样一个 圆筒形的结构 能够让筒内的食物 三百六十度受热 不仅省去了 给食物帮面 而且还能更快烤熟 那么先来烤什么 先烤自己吧 一起烤 我都有烤 就是可以一起烤 可以一起烤 这样的结构 老林也不是凭空想出 他借鉴了广东传统烧鹅 和台湾的蹦摇鸡 借鉴传统涂烤炉的结构和烤法 那么这样一个奇怪的烤炉 能烤好吗 让我们来看看 它的表现吧 这口应该差不多了 你看一下 是 没错 把它放平一些 对 没错 大概就这样 现在可以了就好 可以放下去了 好 我们帮我们上一看 好 我们要寻找一个团层点 对对对对 挤一挤 挠一挠就行 哦 现在我们是 就把这个盖起来 这个是里面的盖 点心盖上 哦 这是确保它的灰灰 灰啊什么都不会跑进去 对 蛮好 然后物理中保留在里面 哦 对 这个盖子就是把整个都盖上 对 没错 来 没错 那现在我们就粉袋 是 粉袋它熟 应该我计时一下 差不多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嗯 对 烧烤炉开始工作 炉内的炭火烧得通红 炉边热气腾腾 老林和我们的记者 坐在一旁聊起了天 林一豪预计 需要三十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将食物烤熟了 我们要做的 就只有静静等待 燃烧木炭 本身烟尘很熟 但是油和酱料 滴在木炭上 就会产生很多 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老林的神奇烤炉烧烤的时候 食物在内桶 炭火在外桶 内桶盖上盖子 就可以隔绝外面的 炭火和烟灰 绿色环保 不锈钢的材质 传热方便 不会影响热量 传进内桶 把食物烤熟 就剩三十秒就到了 三十秒就到了 但是我看好像 还没有闻到这种香气 就是我们烤的那种味道 还没出来 我证明里面 应该还没有 你看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是是 差不多 时间已经到半个小时了 半个小时了 那我们先接下来看一下 是 没问题 看到这热气腾腾的烤鸡 旁边的小朋友们也兴奋的喊着要试吃 老林的烤法果然很环保 银沉一点都没有污染到烤鸡 那么味道怎么样呢 让我们快来尝尝吧 小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太香了 太香了是吧 对 我和老师在鸡蛋吃鸡肉 哇 才尝尝 哦 你觉得怎么样 小朋友 也很香啊 也很香是吧 想吃 想吃是吧 我帮你免费试吃 免费试吃啊 你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 嗯 精华的 看起来很有彩曲 那你觉得那个土豆呢 土豆怎么样 土豆 我现在不知道 要得泡皮 泡皮以后 然后等一下 我们这样吧 我们先拿一个上来看看 你们看看 吃一下好不好吃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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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上来我们先看看熟没熟 这种是什么味道 我尝 这种是什么味道 是不是土豆烤熟的味道啊 很烫 但会上来没熟 没熟是吧 是硬的 那看来咱们这个半个小时啊 是不够的 半个小时确实不够 其他的 其他的 看看烤熟都没有了 我们用这个勾子一下就可以勾起来是吧 那么放地上吧 放地上 放地上 我们看一下 我在后面呢 有 哦 奶奶 你觉得这个熟了没有啊 是 看起来倒挺香的 还没熟 你看没熟 我们这样吧 肥肉好像还很肥 我们这样 我们拿下来看一下 好 那我就把它先取下来吧 拿个盘子来装 好好好 哎 小朋友啊 你们有看过这样的烤出来的烧烤没有啊 我记得烤的都是用火烤的 哦 你们都是看到都是用火烤的是吧 对啊 那像这种的你们有见过吗 第一次 第一次见到啊 你觉得这种烤法好不好 嗯 就是不知道熟不熟 哦 那你觉得你觉得除了土豆以外的 我们这个肉和鸡 好不好看 哦 不知道里面咋样 哦 不知道里面咋样 嗯 好像是 好像烤的不是很那个 哈 有点变白切鸡了 嗯 应该没熟啊 没熟 啊 这个地方好像没熟啊 这个地方 估计里面 就是我们外面这个皮看起来是已经 已经可以了 嗯 虚有其表 虚有其表 嗯 那看来我们这个时间 时间上还没到位 是 可能还得烤一下哈 对 刚才我估计这个原因啊 老龄啊 老龄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就是 刚才我们在前15分钟的时候啊 啊 我们的火还没升起来 哦对对对对 这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是是是是 后面你看我们火把那个盖子揭开以后 是 然后就一一看了火都很大的 是 嗯 我们这个得再烤一下吧 嗯 那我们再再再烤一下吧 我们 再再烤一下 嗯 再烤一下 估计这五花落也没熟 嗯 再把它装回去吧 好 那我先把 第一次尝试做出来的烧烤 虽然外表看着色泽金黄 大家也的确闻到了烤鸡肉的香味 没有烟尘的味道 绿色污染 但是连小朋友们都能看出来 这只是 须有其表 老龄估计是加热时间过短的原因 他只好把食物重新放入烤炉内 再次加热 这一次他设定了15分钟的时间 小朋友们都好奇的盯着烤炉观看 还询问您一毫烤炉的原理 不知道再次加热后的烧烤 结果会怎样呢 小朋友开锅了 不要太近 小心看 这应该熟了 肯定熟了 肯定熟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肚子已经准备好了 好 好 好 这次应该是成功了吧 老娘 我觉得这个颜色 比刚才前15分钟 好一点 要好很多 现在就看这个五花肉都已经干了 有点干了 这个里面好像还有一些煲了一些油 是 那我们拿上来看看 行 我把它取下来 好 30分钟不行 再来15分钟 这下总该成功了吧 烤鸡和五花肉色泽金黄 让人看着就想咬一口 老林赶紧把鸡装进盘子 但就在大家都准备好 要分吃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完蛋了 完蛋了 里面怎么又是这样 叔叔您刚才不是说这个 不会里面很深的 是啊 那看来咱们这个机器啊 我觉得还得调整一下 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搞这么长时间都还没熟 是 我觉得我们再调整一下 我们再烤一烤 是 好 好 这一次还是没熟 环保的目的达到了 烤出来半生不熟的烤鸡 却根本不能吃 老林很失望 第一次展示就失败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大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老林的烤烤铜 第一次展示就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它这个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有两个 就是第一个呢 是它这个烤铜就是大小的一个选择 就是如果它这个烤铜选择的很大 然后它就需要很多的热量 如果它把这个烤铜缩小一点 这样就会好一点 就说是烤铜太大了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 是火力不够旺 它这个思路其实还是挺好的 就是它是内外双层的结构 然后把炭火这样与食物隔绝 炭火是在中间那层 食物在最里层 然后但是它这一个封闭的结构 空气也基本不流通了 它仅仅就靠底下有一个小窗口 然后有一个小风扇 往里吹风 它这种空气的流动 是不足以提供这个炭火燃烧 这种需要的 所以它这个火力本身就不够旺 所以导致它这次失败 原因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呢 也给老林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那我们看看老林 是如何来解决它的这个难题的 第一代的烧烤炉失败了 林一豪没有灰心 回到家 林一豪一头钻进加工厂 决心从头再来 这一次它兴趣的教训 在外桶盖子上打了几个孔 使空气能够经过桶盖流出 烧烤炉体积缩小 火力集中 也更容易携带 最大的困难就是 一开始知道原理 但是呢 在制作过程当中抓不到诀窍 偶尔烤得好 偶尔烤得不好 不断的改进 不断的去烤 不断的去研发 到最后呢 我们可以去把一个成型的东西 完全就是可以 让人去使用的东西 把它制作出来 老林找出上次失败的原因 经过一番努力 新一代的烤炉 研制出来了 对新一代机器 老林充满信心 认为这一次食物不仅会熟 而且会比传统烤发好吃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 汕头夜市一家烧烤 打算与传统烧烤 进行一次PK 看看 改进之后的烧烤筒 与传统的烤筒 哪个表现更好 我们今天就来一场 我们的烧烤炉和 传统的烧烤炉进行比赛 老林 我们今天是把我们的 改进后的机器拿过来了 那么这边呢 是我们糖济烧烤的老板 然后你今天 你要和他进行一个PK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食材 我们是同等的食材 那为了公平体现 我们的糖济的老板 和你 那么我在中间 我得还找一个 我们的一个裁判过来 长济烧烤老板 你觉得这些食材 对于你来讲 需要多少时间给烤烤 我这个十分钟 可能最多十分钟了 最多十分钟 老林你觉得要多少时间 跟他差不多 跟他差不多是吧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定个十分钟 好吧 好的 好 预备 开始 开始 好 裁判的口令一出 比赛开始了 老林的优势在于烤制的时候 方便省力 但是烤之前的准备 比起糖老板 却是慢了一步 林一豪刚把烤串 穿插到自己的烤架上 另一头做传统烧烤的唐老板 已经开始烤了 刚开局就落入下风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老林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银头赶上呢 你觉得他能赢吗 我估计这个要差一点 要差一点 嗯 你觉得他只要被石 被在哪个地方 被石 他我感觉他这个好像 他这个刷油啊 刷口我们不是要刷油上调料什么的吗 是不是 他这个我感觉不太好刷油啊 刷调料什么的 那我到时候他要取出来 取出来刷油刷调料 这个可能费点时间 我这个不用刷油 那调料呢 是最后出来的时候 撒一下就行了 就有个调味就行了 好好好 赶紧赶紧赶紧来 哇 时间过去了三分钟了啊 快点快点 时间过去三分钟了 要抓紧时间 来来来来 赶紧放进去了 穿好了烤串 林一豪这才开始 唐老板烤了十几年 这几个烤串 对他来说 可谓是小菜一碟 不在话下 但是 传统烧烤 油烟直接往脸上找 到了夏天 站在火炉边更是要命 想走开又不行 真是苦了唐老板 再看你一豪 生蚝火盖上盖 完成了任务 就开始和旁边的人聊天了 您好 您好 您觉得 他们两个在比赛的时候 您觉得谁会赢 太多啊 冬 working 您大马铭 também 嗯 您好 我说你现在也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还是看起来比较好 毕竟这么多年吃的都是传统烧烤 群众们都对唐老板更有信心 但是在林一豪没有开锅之前 我们对结果都不得而知 只见唐老板熟练地将调料撒在烤好的烤串上 就完成最后一道工事 比赛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好 我们现在再结束 那我们老亮 我们先把我们的拿来看一下 好 我们直接提过来吧 这个看起来很不方便的 是吧 但是它干净嘛 比赛结束了 在速度上唐老板小胜 但是烧烤好不好 还要尝过才知道 林一豪虽然也是热得冒汗 但还是专心的调制着自己烤炉里 出锅的烤串 咱们首先采讨我们来品尝一下 吃一个鸡翅 好 吃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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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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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尝一下,这是已经尝过的,你挑一个来尝一下 怎么样?好像不熟 好像不熟是吧? 我们来吃这个 好吃,又嫩又甜 又嫩又甜 好,那我们先放下 那由我们裁判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比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烤这个有点不公平 我的专业就是烤鸡 烤鸡 烤全鸡 我能烤那个他没法烤 就是你烤鸡是吧? 我能烤,但是我就时间上差了差一点 所以输了 时间上差了差一点 但是我能烤鸡他没法烤 那我们现在 现在老林有点不服气 那我们藤鸡老板 他说他要和你批评一下烤鸡 烤全鸡我就烤不了 没办法烤 如果他能烤就让他烤到我们来参观一下 看一下就好 好吧 如果是烤鸡能烤熟烤得好 我全面赢的 全部上 算他赢了 现在给到你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你现在我们就把鸡拿来准备一下 好吧 那马上烤一只鸡给他拿吧看看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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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这个需要计时吗 你觉得能够估计他能什么时候烤熟 25分钟吧 25分钟 25分钟 这样才便于成熟 好入味 也好操作 有着多年烧烤经验的唐老板 也没见过这种方式 他不禁表达出一丝当心 老板 你觉得以你的经验来讲 能不能在20分钟搞多 这个20分钟熟了 第一 我估计会七八成熟 但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里面会不会焦 会不会入味 对 在这个情况 因为熟 比如说我们拿个糕要过去焖 一个道理 这种做法就是 一会儿没有直接烧在上面 他现在烤一只鸡 然后20分钟 你觉得他能烤熟吗 应该烤不熟 你也烤不熟 那为什么 刚才他烤那鸡是 那个香菇都硬硬的 然后唐老板烤的那个 就有点嫩嫩 然后挺 吃起来口感挺好的 应该不熟 那个鸡那么大 有香菇那么小 都能不烤熟 哦 哎 你好 你觉得 你觉得现在这个 老年的烧烤筒 有点 说20分钟就把鸡烤熟 你觉得它能烤熟吗 应该能 应该能 你觉得为什么能 能烤熟 因为我看它这个筒 比较密封一点 比较密封 它的温度里面比较高一点 哇 看着烧烤炉上冒出的蒸汽 大家都满心期待 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呢 哇 哇 我看我闻到有焦味了 是吧 哇 好像好像有点糊了 是吧 火烧鸡了 天真是火烧鸡了 嘿嘿 来 来拿出来看看 走 哇 慢点慢点小心 哇 哇 这 都燃起来的 哦 哦 这大根 都输了 看 喂 老年啊 这个 刚才燃起来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架子有点滑 架子啊 架子滑了 这个油 滴到桶里了 温度太高 滴到桶里了 温度太高 溫度太高 哇 老板 你觉得 你觉得他 他这个现在 现在这个鸡 应该没办法吃了 这个鸡 是没办法吃 但是你这种烤法呢 再改进 改进一下 你可能可以好做 的感觉 哦 如果火没有烧到的话 肉就不会变成这样 你可以改进一下 试一下 是啊 来 采访 我们来 宣布一下 这个鸡 根本就没办法吃的 你看 黑不隆隆的 你看怎么吃 是 啊 这是 给点信息呢 再去改信一下 对这个你这个的烧烤筒 必须得改进 是 必须得改进的 是 那么来宣布一下最终结果 今天批切的最终结果 我们两次比赛 嗯 最终结果我们来宣布一下 嗯 老林 肯定输的 肯定输的 肯定老板在 哦 嗯 现在这个还是存在 存在一些问题啊 是 你刚才 刚才这个挺危险的 这个 这个 我觉得 可能是 这个 嗯 工具 工具 不齐 工具不齐 太滑了 这个 排气口啊 太大了 忘不了 火太旺 早知火太旺 然后 别把工之火 那我们收拾一下吧 收拾一下 我们 我们回去看一下 那行 好 谢谢你啊 唐老板 不好意思啊 不客气 谢谢我 谢谢 好 这次虽然解决了 烤不熟的问题 但是熟过头 烤糊了 烤鸡还没出锅 先出了事物 面对两次失败 林一豪不住摇头 老林的烤炉 没法控制火候大型 比起第一代 虽然火力大 但是 容易烤焦 大老师 我们看到第一次PK 真的是非常的惊醒啊 发明人虽然对这个 DT进行很大的改进 但是还是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发明人这次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进 就是他在这个烤炉的盖上 然后打了一个孔 因为咱们看到之前 他由于通风不畅 所以导致炉火不旺 这次呢实际上是恰恰相反 他炉火太旺了 烤了食物烤焦了 所以他其实还是需要一个能随时控制这个炉火大小的这么一个结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就是他拿取食物其实并不是很方便 他在这方面还需要下点功夫 法老师看来这个发明人还是认重而道远 那么接下来相信他也会总结一些很多宝贵的经验 来继续改进他的这个机器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改进的这个效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烤鸡不成还差点出了事故 这下暴露了烧烤桶其他的问题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林一豪能不能成功克服困难呢 他回到厂房和朋友一起探讨着烤烤炉的下一步改进 其实我觉得失败真的是成功之母 为什么呢 这个 就在第二次跟找这个唐老板烧烤PK的时候吧 那一次对我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 那一次就因为这样子的打击呢 火烧鸡啦 现在有个外号叫火鸡哥啦 是吧 那因为有这次打击呢 让我就是决定不能再用土方法再去搞这个烧烤桶啦 一定得科学一点 所以我也请教了一些这个机械工程师啦 这结构工程师啦 这相关的一些专家 那我研究了一下 上网搜寻了一些资料研究了一下 所以我就把这第三代综合了相关的这个知识 我跟尝试做了一次大改造 机器刚做好 老林就请来我们的记者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成果 老林 你好 现在这是怎么新改的一个炉是吧 是 没错 现在主要我们改的是哪些地方啊 我们现在改的就是说以前都为我们的电砖快 现在有这个活动角啦 可以架高 直接架高 是 然后再来呢我们这个 这个木炭桶啊 也加了这个排气孔 这上面也有 加了这个排气孔呢 我们就可以调节我们这个烧烤室的这个温度 这样可以让火起面 这样 一百度 这样两百度 全开就三百度 现在这种调节火以后 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再出现这种就是火一直很大 是蒙熟的情况下里面也熟 然后外面还要去烤焦 能达到这种效果吗 现在基本上那个火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这架子是不是也重新做了一下 没错 多功能烤架 我们这个盘是移动的 这上面可以烤生蚝烤鲍鲍鱼 还有烤这个蛤蜊啊 烤海鲜很多可以烤 测试一下 今天我找了一个海边测试 这一次我们将第三代的神奇烤烤鲍鲍 带到刮风下雨的海边 看看在刮风下雨的环境下 烤烤鲍鲍表现会是怎样呢 今天我们为了测试我们的桶 专门找了一个海边 风很大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可操作性 这个桶呢 那这个在海风的情况下有没有影响 这个风大 除非把我们处理好了 不然是没影响的 因为它这个整个是外桶 我们看得到都是密封的 那它只有一个什么 这个进气的一个孔 这边就是让那空气进去的一个孔 只有一个 那如果风往这边来呢 我们不希望火力那么大 我们就把它转那边就好了 背着风 那如果我们希望火力大一点 我们就把它转过来 对着风 那自然火力就更大 还有就是我们上面 因为上一次我们烤鲍鲍鲍的失败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排气 不可控 不可控 那我们现在改良的这个呢 我们的排气孔是可控的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我可以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呢 它进不了空气 空气进不去 它自然而然里面的火就变小了 可以控制温度 那我想要让火力变大 我就把它打开 把它打到最大的 对然后它这样整个空气可以对流 氧气进得去 它的火力就会加大 可以去到三百多度 那把它关起来 可能就降到一百度 那我们把它打到像这样子的话 就差不多两百度 烧烤炉做了不少改进 我们便将一只全鸡放进烧烤炉内 来看看这样的环境 林义豪还能成功吗 七八分钟是有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烤了以后 我们还会不会难受啊 里面 百分之一百不会 百分之一百不会 这是我非常有信心啊 那您看一下 是吧 现在它这个皮 你注意看已经比较干了 那鸡汤啊 鸡汁也一直往下滴 那估计我们这个再烤个差不多 十来分钟吧 就熟了 十来分钟 是因为我今天 今天来讲 定 差不多就认为二十五分钟就会熟 是 烧烤炉并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记者对结果充满了期待 老林啊 是 上一次我们的鸡就烤成火鸡了 是 然后我也没尝到 是 这一次做的我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那今天我也找到了我的好朋友 是是是 你是属于厨艺 是是是 很高的 然后让他来给你尝一下 汕头美食协会的副会长 你好你好 龙先生 你好你好 这是老林的烧烤筒 是 他今天烤了一只鸡 等一下呢 由你来品尝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只鸡是否好 好 来尝一下 麻烦您多多指导 谢谢 谢谢 就 因为经过好几次啊 说坦白 经过好几次的这个 不断的这个烤啊 烤制啊 几乎 自己烤的时候还可以 但是 拿出去的时候就丢人现眼了 像上一次就在烧烤餐就 鸡就着火了 哇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痛苦 烤都晕了 怎么搞都想不透 那后来回去呢 就再重新搞了一两个月 重新想了一下 然后这次 就是 对他进行的 比较大的改造 那我认为这次应该比较有信心 这结果稍微十五分钟啊 给 我是不是打开给会长看一下 可以吧 那我们现在打开给 会长 给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诶 诶 诶 我问你觉得这个鸡烤得怎么样 这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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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脆啊 不会流失 还有把它的汤啊 呀呀呀 留在那个 那个 旁里面 这个汤 来 来做一个薯菜 鸡汤 是 是 那我们等一下熟了以后 我们来 再尝一下 里面的味道 好 那我们先盖上 好 稍等一会儿 稍等一会儿 我们就出锅 好吧 这回我们邀请到专家 一起来见证李一豪烧烤炉烤鸡的结果 记者都为他捏了把汗 在专家面前 李一豪要是还不能成功 就得再接受一次打击了 烤鸡放在烤炉内 很快就能接锅了 好 老林 刚才我们也测试一下 是 环境很恶劣 嗯 那我们现在时间也到了 是 我们就拿过来品尝一下 好 先打开吧 先打开吧 我先把它取出来 好吧 确实还挺漂亮的 和上一次这个不一样了 是 这一次应该是 是吧 这是没火烧了吧 嗯 好 来我们放这 坐坐坐坐坐 好 金黄色 这个盖子可以 这个就好吃 好 新鲜出炉的烤鸡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这次做出的烤鸡看起来 已经比之前做的有了很大进步 李一豪吃鸡肉的手法很讲究 一定要连皮带肉 这样一口咬下去 外酥里嫩的鸡肉 带着饱满的鸡汁 鸡肉纯粹的香味充满口腔 闻着香味 记者和专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品尝了 好 那我们就来尝一下 拿这个鸡肉 这个会长您来 好 谢谢 看看我们这鸡松肉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您您 今天特意请您来给我们做指导的 来来来来 会长 看得好像很嫩 很香 真的 在这种环境下吃 能够吃到这个鸡 太有福气了 是吧 福气 它整个口感怎么样 舒服 舒服 那我也收拾一块 我忍不住了 来来来来 我们兄弟 好 我来 我也来 我也来吃吃 这个鸡啊 真的非常棒 不错 我沿鸡皮也就吃了 好 试试看哈 这鸡皮怎么样 脆 脆哈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次 林一豪的烧烤筒终于成功了 现场得到大伙肯定 林一豪他心底里开心 华老师看来这个天道酬勤 老林的这个努力终于是得到了成功啊 我们看到这个烤鸡烤的特别香啊 真想让人咬一口的那种感觉啊 那这一次为什么改进的效果这么好 这次它在上一次的基础上 然后改进了这个通风口的设计 这次确实相当的巧妙 可以达到随时控制这个火力大小的目的 然后火灯根据它的那个结构 做了一个通风口的模型 大家可以来比较直观的看一下 这个通风口现在是处在一个闭合的状态 我的这个模型和它的那个实物是结构基本一致的 都是上下层的结构 上边有孔下面有孔 这样孔重合的时候风力是最大的 这样通风最畅 然后如果继续旋转 上下孔互相错位 这样就是基本闭合通风最小 然后我这准备一个电风扇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旋转的过程中 上面有这个飘带 现在是通风口完全闭合的状态 它现在空气流通并不是很畅 然后当我逐渐旋转到这个空风口 这个就是它火力最旺的时候 当我这个实物已经不需要大火了 继续 通风口闭合 这样火力又可以逐渐缩小 所以可以达到一个随时调整火力大小的目的 所以它这次的这个还是改进非常成功的 黄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上次提出的这个不方便的这样一个难题 这一次也是得到了解决 对 上次它在烤非常小的食物的时候 拿去不方便容易滑落 这一次它直接在内部设计了一个像烤栏一样的结构 分成上下好多层 直接这样只要是小的东西都可以放在烤盘上 直接拿起来就方便 当您得到了美食协会王会长的认可后 老林更有信心了 他决定让大家都来尝尝林大厨的烧烤 俗话说重口难调 老林想试试看自己这个神奇烧烤筒 能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呢 于是今天我们把第四代烧烤筒带到了当地步行街 步行街是当地特色和各种美食的聚集地周末 这里格外热闹 约会的情侣 逛街的闺蜜逛逛特色小店 尝尝各种美食十分惬意 老林啊 今天我们来到步行街 是 那我们今天是用了三个筒是吧 是 没错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一下 得先起火 我们等一下给大家尝一尝 看看我们最后一带做的怎么样 是 没错 那好 那先起下火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酒精 酒精是吧 入菜酒精 入菜酒精 用这种来起火就比较没那么多油烟 哦 是 这个起火也是很快 那以后我们加个风扇 那火起起来就把外桶装上去 哦 再把外桶装上去 先起火 是 行 那我们 来把这个 三个一起都升起来吧 OK 嗯 竹子架好 就吸引了很多的路人 还有小朋友走上去 大家都很好奇的 看着烧烤城 归分猜测 他是用来做什么的 烧烤鱼 那怎么走 到底是大炒还是太炒 是吧 那不是 那不是 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烧烤鱼呢 烧烤啊 我觉得跟那个暖炉那样的 暖炉啊 哦 因为他是暖炉 暖在这边很热 又是火又是炭 大夏天 在太阳底下这一通折腾 真是辛苦 再看桌边 鸡鸭鱼肉 应有尽有 这副架势 可是转足了观众的眼球 难道这奇怪的桶 也能烧烤 观众们围着烤炉 又是期待 又是好奇 这个我看 不像烤 有点像闷的 你看这像闷的一样 像闷的是吧 熟肯定能熟 烧烤的比较香啊 闷的就味道纯一点 味道纯 你能想象出来 它是怎么烤吗 整只鸡放在里面 就整只鸡就放在里面去啊 那会不会怕它糊啊 吃了这么多年烧烤 这样的烤炉 还是头一次见到 这能烤熟吗 烤熟了能好吃吗 观众们都很好奇 面对大家的猜测 老林一点也不着急 按部就班的准备着 别看我们的烤炉长得怪 等会儿出炉 就会给大家 来个惊喜 画出来是 是什么味道 不知道没有 知道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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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会儿功夫 几个烤炉都开始冒热气了 烤鸡的香味在人群中飘来飘去 鼻子鳞的小朋友 早已按捺不住肚里的蝉虫 没想到 老林的发明看着不起眼 好像是有些本事的样子 但是 味道闻着香还是不够的 议论纷纷的观众们 更打定了主意 要亲口尝尝 这神奇烤炉的成果 烤烟来说 超过十分钟 就已经熟了 老娘 我们都在干嘛 把火 不要那么大 控制一下火 把这个排气孔调小 排气孔调小 排气孔调小 它火就会慢慢变成 这个排气孔调小 也要调一下 这个也调一下 对 那我们现在出来的这个是 水蒸气 水蒸气 刚刚我们倒水了 所以你看这个 不是那种 木炭烟 是水蒸气 这个估计十分钟就搞定了 十分钟就搞定了 对对 我现在把它完全递上 就是要让它火变小 因为它火再旺的话 就怕里面还没熟 外面已经烤好了 所以它现在 这一代啊 第四代它最大的一个是就是 可以调整 然后起木炭的时候很方便 起木炭 起木炭方便 然后排气孔来控制它这个火力大小 是不是这样 对 不同的食物 对火候的要求不同 整只烤鸡之所以难住了传统烧烤 正是因为它体积大 肉厚 火太大 外面焦了 里面却还是生的 但是烤比较小的食材 比如香肠 或者普通的烤串 对火候要求就不一样了 因此 调节火候来适应不同需求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通过排气孔冒出来的 是烤制过程中 食物产生的水蒸气 不同于传统烧烤的烟灰 干净环保 看着就让人放心 我们觉得烤摔好不好看 他帅还是我帅 好帅 好帅 大人和小朋友们都吃得满嘴饰油 刚才还怀疑烤炉究竟能不能烤熟的观众 吃到这么香的烤鸡都说老林的发明 果然神奇 听到大家的夸奖 老林劲头更足 又拿出了准备好的各种美食 就好像好好招待观众们 来呀 我们的蝦 不要不冷 怕我不可以靠近 聊聊的就自己摔这个吃好吗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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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盘大虾不一会就跟完了 小朋友们围着桌子 不舍得走 大家很喜欢老林的烧烤 鲍鱼 香肠 玉米 生蚝 老林变魔术一样 变出一炉炉 各式各样的美味 不仅会发明 还会烧口 老林简直成了小朋友心中的大英雄 神奇烤炉从发明到现在已经是第四代 有过很多次失败 老林也克服了种种困难 通过自己的不断钻研 终于成功研究出了这个安全美味 方便又健康的 即是神奇烤炉 就是发明人发明的烧烤桶 创新性的利用了内外两个桶 这样可以达到隔离探火和食物的目的 烤出来食物因此就更加干净 吃起来更加健康 当然这个发明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当然这些问题通过发明人的一些系列的改进 最后基本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烤出来的食物既干净又美观 应该说这是它主要的优点 当然我认为烧烤桶 它也还有自己改进提升的空间 它现在这个功能还比较简单 主要是通过结构上的一些改进来实现 如果今后能够把像电能控制引入烧烤桶 增加它的自动化 智能化的功能 比如说在调节火力大小方面 进行自动的控制 等等其他的一些自动调节的功能实现的话 我想这个烧烤桶使用就会更加变异 从最开始又大又笨重 连土豆都烤不熟的烧烤桶 最后变成什么美味的佳肴都能够烤得非常好的烧烤桶 老林的这个烧烤桶经过三次重大的改进 最后终于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科学顾问华老师 光脸博士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绿豆糕小吃变四方 手工制成劳累多 他看到商机做研发 很想去遇到了多进一传统的较量 机器一自尊开进 大部一自尊致能之闻 机器能否战胜多年的传统手工艺呢 希望能否坚持到底 实现自己的大名门呢 谢谢收看 我爱发明 绿豆糕成型记